下边的水温会冷吗 有多少度大概 二十度 那还能承受 我也想下去 当然我怕下去上不来了 在北交没有专业的潜水员 水鬼也是自学的潜水 渔民的孩子从小因为他水性比较好 一次在海上跑船时 那个船江坏了 他自己试着下水去修 结果发现自己待在水里 能待上足足的半个小时 从此他也开始了潜水打牢的工作 水鬼今年实际已经53岁了 最长他可以在水里待上两个多小时 最深能潜到三十米 有一次甚至触到了海底的淤泥 水鬼 今天的目标是海底礁石上的 当地人叫做淡菜 淡菜特别的好养活 就东部沿海 很多地方有人工的养活 但洋芋岛水下 是纯天然的这种野生淡菜 其实这种味道 是人工淡菜所不能比的 因为以前这边海域 可以到处都不能掺 现在可费点功夫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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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量的以人工赐 荅坏 请不吝点赞 こう吹点赞 很漂亮 哦哦哦哦 抓到了到来 抓到了 o哦哦哦哦哦 你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 这个很稀有的 对 天然的 这种的大小 一样的时间吗 这个已经有好几年了 它比鲍鱼的生长速度还慢 就是可能养殖的颗也比较薄吧 没错 对吧 这个颗是比较厚的 这个颗很厚 这个经过海浪的吹打 吹打之后 就是这点我就看颜色特别好 就是它有点带紫色的 也有点像那个琥珀一样的那种感觉 十年才能长这么大 非常不容易 十年 水煮了 直接用这个水煮吧 这个水煮 倒一点点 不过烧骨吧 就这样 等下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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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现在先倒一点 就放上去 好了 放去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